敬禮 了名和尚 沙迦正空上师 敬禮 十六世 盗宝宝王 卡玛宝 敬禮 图登达吉上师 敬禮 谭承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听心美法师 我听他 我是从头听到尾 虽然他讲的是广东话的台山话的国语 台山话的国语 也不算广东话 但是呢 我还是听得很清楚 还是听得很清楚 可见他有进步 他是讲说这个农村的到城市 那么城市的到农村 那么生活的这个习惯都不同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最后他讲到说 他处在我们修行的地方 好像是雷杖寺 那么他的生活习惯跟语言 我们跟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等于是两个世界 那么有时候他讲他的 我们都听不懂 但是我们讲我们的 他都听得懂 这个是坦白讲 这个心美法师 对他本人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讲的他都听得懂 他讲的我们听不懂 所以应该讲起来是 心美法师比较银 他站在银的那一方 我们是站在书的那一方 因为他无论他讲什么 我们都听不懂 但是我们讲的他都听得懂啊 所以呢 他这个法师的名字 也起得非常好 就是他的心很美 他的心很美 表面是怎么样我们不管 不过他的心是很美 心是很美 他能够这样子讲呢 意思也是在 等于是连结上是刚刚提到的 一种包容 一种包容 我们生活中的弟子很多 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种族 全部都包含在这里 我们不像台湾一样 台湾有这个 这个蓝色的跟绿色的 那现在又有红色的 他们彼此之间 他们都合不来 没有办法共处 我们生活中不同 像那个山庄的总管 联姻上司 他就以前我们认为 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可能他是匪谍 他是共悔 他是共悔 但是我们没有啊 他当了彩虹山庄的总管 他是最大的 那个蔡司杰讲了一句话 就是以前的蔡司杰讲了一句话 他说从来就没有看过 那么好的共产党人 从来就没有看过 那么好的红卫兵 我那个联姻上司的爸爸 他是在黑龙江 他是属于共产党党部的 这个书记 等于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官 很大的一个官 结果他在彩虹山庄 快十几二十年 他做得非常好 我们相处也非常好 师尊跟他在一起相处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能够共处 共处 我不是属于内地人 我不是内地人 我是台湾人 纯种的 纯种的 讲台湾话的台湾人 讲台湾话的台湾人 我是纯的台湾人 父亲也是纯的 母亲也是纯的 那么我当然也是更纯 但是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以前看外省人 就是说你是外省 外省来的 但是在我们生活中的家庭 就是没有 完全是没有隔阂的 像这个德辉上司 西雅图雷藏寺的 这个董事长住持 他是出生在 布鲁内 文来 他出生在马来西亚 他是师武的人 师武 年龄是布鲁内 文来 他是师武的人 你是马来西亚 师武的 那么跑到西雅图 跑到加拿大 到西雅图 那么来当这个西雅图 雷藏寺的 这个董事长 所以我们是很融合的 很融合 都是不同国家的 上司也都是不同国家的 并不是说 我们西雅图雷藏寺 就是台湾人的 师尊是台湾人 师尊用的人 全部都是台湾人的 那就 其实台湾人不多 这个很多国外的 很多国外的上司 国外的法师 广东人 台湾人 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有 我们没有种族的 这个分裂的这种现象 或者是种族 主情 这个 特别给他 发分的这种现象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是共处的 大家在一起 慢慢的 我们的一条路 只是修行 就是 共同有一个修行的 这一种性 共同走这一条路 我同时也常常这样子讲 这个台湾的小姐 台湾的小姐 坦白讲 台湾的小姐的美 是属于土气的 土 因为 番薯 寒吉 地瓜 地瓜是属于土气 这个蚝蚝 是属于比较洋气的 所以我们讲 potato potato potato是属于 我们称为洋鱼 洋 洋鱼 当然地瓜 在表面上 它是输给洋鱼 洋鱼 外表上比较美 但是地瓜 本身是最有营养的 所以我讲过 我看到一个报导 是这样子讲 最有营养的菜 是地瓜 是地瓜 最好的水果是木瓜 是木瓜 最好的肉 是chicken 是鸡肉 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个 台湾小姐的土 土气 她的美 是内在的 内在的 那大陆上的 小姐的美 是外在的 但是也不能这样子讲 大陆上小姐的美 当然也有外在 也有内在 台湾小姐的美 当然也有外在 也有内在 但比较起来 以外在来讲 大陆上的小姐 是比台湾的小姐 还美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 所有的台商 到了大陆 全部都沦陷 全部沦陷 而且变成三通 这个呢 我是这样子觉得 两个不同的世界 虽然暂时不能够共处 但事实上 在整个人的心理上 讲起来 都是人 都是人 人跟人之间 一定可以共处的 一定可以包容的 一定可以融合为一体 所以这个心美法师 你不要担心 其实你在生活中的历史 是很久的 历史是很久的 你能够一直待下来 一直到现在 就是一种共处的本领 谁皈依比心美法师还久 他的皈依是很久的 我们在生活密宴同修的时候 在这个目前 生活密宴 那个档案库的 那一个小房间 同修的时候 心美法师就是坐在我身边 你说是不是 你还记得吗 是不是 点头而已啊 因为你每一次都抢那个位置 我还记得住耶 我还记得耶 这个我们生活中是有心量 心量 我承认 我是人 师尊是人 大家都是人 马来西亚的人也是人 中国大陆的人 也是人 甚至世界上各个各州 各一种人种 都是人 这是承认 只要是有情的众生 佛都是给他包容的 佛都会包容他 不只是我们包容人 佛教不是讲说包容人而已 一切有情的众生 一切生命 我们都包容 所以佛教有不杀生的戒 不杀生的戒 所谓不杀生的戒 就是包容 包括所有的动物 职务 只要是有情的 我们都不忍杀 不忍去伤害 刚刚连结上师讲了 所以有人说不承认 不承认 这个没关系 因为佛是承认的 佛是承认的 佛是承认 所有一切有情 都有佛性 我坦白讲一句 很简单的话 坦白讲一句 很简单的话 今天卢师尊坐在这里 我从26岁 出来红华度众生 就有很多的宗派 不承认我 不承认 一直到今天 已经64岁 64岁 那么过了年就64了 64岁 人家仍然不承认 我也坦白跟大家讲 今天我就是修持 成佛了 成菩萨了 我已经非常的崇高了 非常的神圣 完全清清白白 人家还是不承认你 坦白跟你讲一句话 还是不会承认你 今年过了年 我就64了 就算我能够 像我们以前讲 这个60岁 就告老樊乡 退休了 70岁 70岁呢 就打打麻将 80岁呢 就晒晒太阳 90岁呢 实在是年纪很大了 躺在床上 那100岁呢 就挂在墙上 100岁就挂在墙上 那挂在墙上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纪念你 这个弟子纪念师尊 所以把师尊的相片 挂在墙上 如果我能够活到100岁 当然这是如果 如果 我是不敢这样子想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 我保证 仍然有很多的宗派 不会承认我 就算你修得在墙 他们也不会承认 什么原因 连结上是讲的 心量的问题 心量的问题 我们修行人 心量大 跟天地一样大 师尊自己的事情 不重要 众生的事情 才重要 我们做一个行者 修行人 要发菩提心 我们没有什么 空的 我们有的 就只有去帮助人 去救度众生 尽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 所以明年2008年7月 这个佛亲会从瑞士回来 他将主持我的布施基金会 布施 我特别起名字叫布施基金会 就是要把师尊所拥有的 要布施出去 我们要佛亲回来 因为佛亲现在在瑞士 是香奈尔 就是香奈尔 香奈尔的这个 在瑞士的主管 他就是总裁 香奈尔公司在瑞士的总裁 我们特别把他请回来 来主持我的布施基金会 最主要的 就是说 我们要帮助所有的众生 那么 我们是属于包容的 包容的 也是心量宽管的 不管你哪一个宗派 佛教的任何一个宗派 基督教的任何一个宗派 天主教的任何一个宗派 回教的任何一个宗派 只要有需要的 不只是人 所有一切的友情众生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拿出力量来帮助他们 这个就是 师尊的心 师尊的心是这样子 那么 佛的心 佛的心也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小量的 不是小量的 虽然我们讲 我们有正法 佛的正法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绝不会去排斥别人 绝对不会去排斥别人 反而是 如果 也是 讲起来 这也是一个耶稣的故事 耶稣的故事是这样子讲的 他手上 他是牧羊人 耶稣是一个牧羊人 那么他手上抱一只羊 他赶着很多的羊 回到天上的家 那手上抱的这只羊 是受伤的 他就抱在手上 什么原因 这就是耶稣本身的爱心 他认为受伤的 心灵常障的 更应该的去包容他 更应该的去照顾他 走的很正常的 就让他走 残怯的 更需要我们去照顾 所以我们要救度的众生 像心情不稳定的 像有不好的念头的 像心灵歪曲的 我们更要去照顾他才对 而不是排斥 所以我们对于好像是说 这个人心里有点不太稳定 或者是他残怯 或者他犯罪 或者他特别有 这个残疾 他已经有 这个残疾 有缩疾 我们应该要特别去照顾他 这种人才是对的 所以佛的慈悲 佛菩萨是慈悲的 我相信佛菩萨会照顾我们 会一直在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一直加持我们 一直跟师尊贯典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修行人的心 才是真正合一 佛的心 不能以为说自己本身是正的 那么你就看不起其他的人 就排斥其他的人 这是不可以的 今天的 很多的要点 就是包容 那么心量 连结上师也讲到开悟 什么是开悟呢 我们常常讲 人生如梦 像一场梦一样 师尊本身 现在的修法 每天晚上修法 就是在修 死亡之法 你们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叫死亡之法 就是把身体 这个肌肉 不动 完全不动停止 进入到水里面 那么水的也不动 就进入到佛里面 那么这个佛不燃烧了 就整个人就结束 然后再来 再重新再来 这样子天天在演练 地 水 佛 轰 一直在做这样子的练习 这个你们将来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地 水 佛 轰 这个分散的时候 我在演练这个 然后把自己的事 进入虚空之中 跟着佛性在一起 等到早上的时候 再从虚空之中 再回到自己的身体 然后慢慢地又动了 水又开始流 温度也起来了 那么地 水 佛 轰 呼吸也就来了 一直在做这个练习 就是说 这个叫死亡之法 因为你每天晚上 在做死亡之法 将来有一天 你真正要走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死亡之法 平时你练习好了 死亡之法 就把你这个死 送到这个佛性 虚空中的佛性之中 这个练习是让你 你只要懂得死亡之法 将来你什么都不用怕 也不用怕死亡 因为有一天这个时候到了 你不过是复习一遍 地不动了 水不流了 佛也熄掉了 轰也停止了 最后的心事 送到宇宙之中 跟佛性在一起 每天晚上我都是 在做这样子的练习 但是呢 这个早上一打开眼睛 又佛起来 有一天 你眼睛不打开了 那么 身体也不能动了 血液不再流了 温度没有了 呼吸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 你能够应用你的神事 进入虚空 跟佛性在一起 这就是最完美的人生 大家都在讲 人生如梦啊 人生如梦 你没有觉得吗 很快的 人很快老 老的后面 就是死这个字 密法里面 有死亡的练习 你每天在练习死亡 练习久了 你已经习惯了 你不会害怕死亡 所以师尊今天 每一天 每一天都很快乐 因为我早就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 准备死亡 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我每天 很快乐 我佛一天 我又赚到一天 我佛一年 我又赚到一年 我现在都是在赚 都是在赚 不是赚死的赚 每天都在赚 佛一天我就赚一天 我当然快乐 佛一个月我就赚一个月 佛一年我就赚一年 所以我们每天都很快乐 你修行人 你修到每一天 都非常快乐的时候 你会真正达到开悟 那么人生也就是一场梦 一个梦境 一场梦 这个 你今天晚上回去睡觉 就入梦了 或者是深睡了 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又佛起来 那么你每天晚上都要死一次 再佛一次 死掉一次 再佛一次 我就是这样子 每天晚上死一次又佛一次 死一次又佛一次 你把这个时间延长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连结上师讲的 没有什么叫做爱 没有什么叫做恨 甚至连人生都没有 如果你能够懂得 没有什么是爱 没有什么是恨 没有什么是厌 没有什么是吃醋 没有什么是贪 没有什么是贪 没有惩 也没有汁 你根本就没有在这世界上 生存过 你就开悟 当然我今天这样子讲 可能是大家会比较不清楚 怎么师尊讲开悟是这样子 其实 这就是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关于这个 有一个人有问题 宜先菩萨 他问我 他问我什么是无自信 什么是无自信 我告诉你什么叫无自信 宜先菩萨根本不是人 那不是人是什么 因为是菩萨 他说如何把无自信 融入日常生活里面修 他的理解是这样子 当我们做清洁的工作的时候 就想成自己是清洁工人 那么把工作做得很干净 当我在做厨房时 在厨房工作的时候 不是你做厨房 当自己是大厨 做好一顿美味的菜饭 给大家吃得很开心 这个就是没有自信 无自信 无自己的自 信仰的信 当自己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友 给对方快乐 这个就是无自信 当我修法时 就是一个精进的菩萨 修正自己的行为 自度度他 等等等 当作每一件事 很投入的把事情做好 将我见及我直放在一边 这是无自信的理念吗 请师尊给开示 我告诉你 这是一张桌子 如果把这一张桌子 你们都叫它是一个桌子 table 这是一个table 如果把这一张桌子 这个脚通通把它锯掉 那么把这个整个木头 这个分成一块一块一块的 拿去烧 烧掉 你说是不是桌子 不是 这个就是无自信 桌子是没有自信的 像我们人来讲起来 我刚刚讲了 当你在声明之中 深邃之中 你还记得 你是遗仙菩萨吗 不记得了 这个叫无自信 当我拿一个很大的木棍 这个Badda Badda 日本话叫Badda Badda 不是那个吃那个面包的Badda 是Badda 往仪仙的头上这样子 正正的一敲 很大力的敲 一打下去的时候 他整个人通通都昏迷了 昏迷指数 剩下的Zero 请问你是不是遗仙 这个叫无自信 叫无自信 你在睡觉 睡得很深当中 你根本不知道忘了你是谁 你被敲昏的时候 你也忘了你是谁 当人死亡的时候 也一样忘了他是谁 有一段时间忘了他是谁 死觉的时候 忘了他是谁 死亡 死亡 生命 被 这个 被击分 这个都是没有自信的 那个时候通通都没有自信 这样你了解什么叫无自信吗 你用无自信来做事情 只要你存着无自信的那一种心 来做任何一个事情 很努力的去精进的去做 便不求什么的 这一种行为就叫做无自信的行为 这样你能够明白吗 所以 什么叫做开悟 这个跟无自信跟开悟有关 跟开悟有点关系的 有关联的 无自信是不是开悟 其实是不是开悟 是不是开悟 而是接近于开悟 接近于开悟 一个有包容心的人 一个心量很大的人 他的到最后的 可以接近到无自信 无自信的这一种程度 所以他今天晚上问的这个问题很大 很大 非常的宽 非常的广 无自信这三个字 接近于开悟的 希望我今天晚上讲的 大家能够听得懂 因为今天讲的 也算是很 最后讲的也算是很深 谢谢大家 Omari Beniham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